第六百四十六章 十一娘望着穆罕英妾的罗三奶奶 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怒 她竟然帮着王成祖和十娘 争夺管家的权利 这个王成祖也真是敢想 窜着自己的舅舅出面 帮着打压自己的母亲 想到这些 十一娘不由打了个寒颤 她先是亲自给罗家的众人下喜天 这次缓和了罗家与她的关系 然后再利用婚礼几尽殷勤地 招待十娘的两家人 达到她与罗家众人交往的目的 现在图穷比剑 如果她不是这么心急 如果她不是挑了在家里 没有说话权的罗三爷 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十娘简单就是养了痞中伤痕 而罗三爷和罗三奶奶 帮着王成祖摇旗呐喊 更是让人不屑 这倒起了十一娘毫不客气地道 世界双居 形势方便不方便 王家的人都没有说什么 怎么三个一副大包大懒的模样 竟然管到了人家 茂国公府去了 罗三奶奶微愣 她住在燕京 十娘和十一娘的关系如何 别人不知道 她却看得十分清楚 这次茂国公陪了小心 请三爷喝酒 有暗示如果三爷能当着罗家的几位舅舅 姨母先开口提这事 她就拿出一千两银子做酬谢 她只才想到找十一娘 她没指望十一娘帮忙 只要十一娘能保持沉默 亲戚里面 十一娘的地位最高 只要她不明确表示反对 她就有把握去收服罗家的其他人 要知道当年大太太的死可是与十娘脱不了干系的 没想到十一娘竟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十一姑奶奶有所不知 罗三奶奶忙道 是前两天茂国公遇到我们家三爷 说起家里的一些琐事 茂国公是做侄儿的 您寄清 没经过什么事 家长里短的 有什么不快之处 跟舅舅 舅母说 那是看中你们 也是看中十姐这个做母亲的 十一娘懒得和这种人多说 没等她的话说完 就笑着打断了她的话 三哥和三嫂是长辈 应该从中劝合才是 怎么能三言两语的 反而让十姐把管家的事交到茂国公手里 茂国公才刚澄清 知道的 说三哥这个做舅舅的心疼妹妹 主持中愧辛苦 想让茂国公早点支一门庭 是为了王家好 不知道 还以为是十姐做了什么大恶不赦之事 连娘家的兄弟都看不下去了 让她不要再掺和国公府的事了 将帽子扣大了 罗三奶奶心里不由安安后悔 早知道这样 就应该先去商量四姑奶奶 不管怎么说 四姑奶奶和三爷是一母同胞的 怎么也不会看着三爷吃亏 我们三爷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他的神色变得十分尴尬 是茂国公说起十一姑奶奶 这些年事的不容易 我们三爷这才起了这样的心思 这就是三哥和三嫂的不是了 十一娘一点面子也没给他们留 毫不客气地道 别说我是座姨母 轮不到我说话 就是王家看在亲戚一场的份上 请我去商量 也要问问大哥的意思才行 哪有做舅舅的不问亲红 不过 我觉得茂国公年纪还小 师姐这么多年来管理国公好的事物 中愧一直妥妥当当的 没听说过因为双居的缘故 出什么纰漏 为这个就把家交给 还没有肉贯的茂国公来打理 是不是太急躁了些 态度非常的明确 然后端了茶 罗三奶奶脸红的 能滴出血来 哪里还能坐得住 立刻就起身告辞了 十一娘直摇头 吩咐虎珀 你去趟四姐那里 把三嫂和我说的话 一五一十的全告诉她 他们是一个房头的 有什么事 还是由她出面好一些 又写了封信 让虎珀送到公贤虎同 罗正新处 虎珀恭敬的印识 犹豫到 那十一那里 你也去跟她说一声吧 十一娘淡然地道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回事 可遇到这样的事 怎么也要跟她提个醒 至于她信不信 听不听 怎么做 那就是她的事了 琥珀因声而去 四娘那边当即就写了一封道谢的信 和几匹伤好的池头 让琥珀带过来 算是对十一娘道谢 而十一娘听见琥珀 侍奉了十一娘之命去见她 根本就不见琥珀 琥珀没有办法 只好把这件事也会的跟银瓶说了 银瓶大惊失色 让金莲陪琥珀做了 自己又去禀了一道 结果十一娘还是没有见琥珀 算了 十一娘觉得现在的十娘不仅古怪 而且荒诞 她长透了口气 我该做的都做了 温馨无惨就行了 琥珀苦笑 十一娘暂时把这件事 泡到了脑后 忙着将各无冬季的陈设 收起来摆上春季的陈设 按例发放春上 置办下庄 忙完 已是二月下旬 又要开始准备三月三的宴请了 我们到刘芳屋过三月三好了 太夫人道 要是天气好 我们就去划船 要是天气不好 坐在刘芳屋的凉亭里听春雨 也是见吉亚智的事 自那年三月三十一娘 将临大波乃 周夫人等年纪轻的夫人 请到严春亭野餐后 太夫人就一直惦记着 好啊 十一娘觉得 每天都坐在点春堂听戏 时间一长 再好也没有了心意 那我们就在刘芳屋设宴好了 说完请教太夫人 您看 我们要不要请两个说谷的女先生 金服来说说谷 算是一个喜庆的锦儿 只是不知道 阴心哪位女先生的谷说得最好 三月三那天能不能来 正说着 琥珀神色有些慌张地走了进来 见十一娘和太夫人在说话 她不敢打岔 满脸胶着的立在那里 显得很是不安 太夫人知道 她是十一娘面前最得力的 也速知她沉稳 看着就叫了她 出了什么事 你只管扁来就是 琥珀忙上前给太夫人行了礼 积积地道 冒国功夫的时宜突然去世了 侯爷特意让奴婢来 禀夫人一声冒国功夫的时宜 十一娘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 是什么时候的事 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尖锐 谁来报的丧 报丧的人在哪里 有没有弄错 太夫人是不相信 她这么年轻 怎么说走就走了 老人家想到那年的三月三 十娘容颜明媚 笑容飞扬 在一群温顺悲迁的女子中 如夏日的阳光般明亮 不经语气怅然 是怎么去的 可留下什么话 奴婢不十分清楚 琥珀青生道 来信报的是 冒国功夫的一个婆子 奴婢已经带过来了 十一娘和十娘 是同房的姊妹 街里 十一娘应该参加她的小恋礼 正式报丧 是在小恋礼过后 因此王家派了婆子 来先通知十一娘 琥珀的话音刚落 太夫人已到 快让她进来 快让她进来 她转身带了个婆子进来 太太是今天早上丑失去的 那婆子说话的时候 目光有些闪烁 今天一早 我们家国功爷就派奴婢 来给夫人报丧了 我们家太太悪病 已经有很多年了 国功爷成亲之前 就一直说不行了 可每次都挺过来了 国功爷还以为 这次太太也会没事 士气的时候熬不住了 趴在床边打了个蹲 太太就那婆子落了几滴泪 我们国功爷哭得死去活来 全靠安神香才能歇一回 这孩子 太夫人很是感慨地 长叙了口气 对十一娘道 那你就快过去看看吧 今天晚上要是不方便 你就留在那边吧 请哥儿有我呢 十一娘道了谢 带着琥珀去了冒国功府 冒国功府已经挂了白曼 不富闷的腰间也扎上了白麻布 灵堂虽然还没有搭 但布置灵堂的桌围子 红白拜店 花盆和灵人都已准好了 有不懂事的小孩子围着灵人看 动作到挺快的 琥珀扶十一娘下了马车 评价道 十一娘却是心中一动 今天丑失去的 她城镇得到的消息 现在不过四处 王家好像早就准备好了 只等着十娘厌弃似的 念头一起 十一娘狠狠地摇了摇着 告诫自己别胡思乱想 王城组迎了过来 她双目红肿 神色憔悴 白色的桑衣皱巴巴的 人像隔夜的菜 给人奄奄的感觉 十一姨母 宁可来了 她蹲在十一娘面前 眼泪刷刷地落了下来 我成了美娘的孩子 以后还请姨母 把我当成自己亲生的一样 让我也有母亲可孝顺 十一娘只是瞥了她一眼 沉声道 带我去见见你母亲 是 王城组于腹虚弱的样子 由旁边的人扶着站了起来 带着十一娘去了正屋 王城组新娶的媳妇一声笑 眼睛红红地陪着个妇人坐着 看见十一娘进来 大家都站了起来 十一娘看见了王城组的生母 她的生母见十一娘望着她 低下了头 十一娘脚步不停 去了内室 内室正中放着张黑漆太平床 泼了蓝色凝稠 躺着个穿着了红青色兽衣的女子 修长的眉 宽宽的额头 高挺的鼻梁 不是十娘还是谁 她乌黑的头发 整整齐齐地梳成了个牡丹剂 带了赤巾的头面 化了淡淡的妆 虽然瘦 看上去却面色红润 神色安详 像是数了一般 十一娘愣住 第647章 面色红润 是化了妆的效果 可神色安详 却不是靠化妆就能达到的 十一娘心里虽然有些发寒 但还是忍不住 睁大了眼睛 仔细地看了两眼 可是活着的时候 常常皱着眉 十娘眉间有两道很深的折纹 此刻舒展开来 表情显得非常放松 偏偏嘴角像含着一丝笑意似的 让人怎么看 怎么觉得有些诡异 十一娘只觉得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有人请她到一旁临窗的大炕上坐 太太是半夜娶的 迎婷姑娘和金莲姑娘 帮着林的玉声音低沉而凝重 十一娘不由抬头望过去 是个面生的妇人 三十来岁的年纪 穿着亮蓝色飞花被子 皮肤白皙 相貌端正 插两根莲花头的簪子 看上去干净利索 那妇人见她打量 低声道 奴婢当家的是府里的大管事 太太去了 迎婷姑娘怕那些小丫鬟手脚不利索 这让奴婢帮着在这里 帮着给诸位妇人蒸个茶 跑跑腿看样子 十娘用的这种大总拐 也是个精明能干的人 原来站在临窗大炕旁的人 纷纷避让 还有人拿起大炕上的坐垫 殷勤拍了拍 十一娘直到没有看见 坐下来问管是家的 怎么没看见迎婷和金莲 妇人眼睛微红 低声道 迎婷姑娘和我们家那口子 去点卖受产了 金莲姑娘在帐房坐镇 支付办差的各种费用 十一娘很是吃惊 受产 有些富户老年人 不愿意让儿女们花钱发送自己 会在晚年的时间 置办一些田地或是房产收产 活着的时候 那些产业的收益 可以用作自己的提及影子 死的时候 便卖了用于智丧的费用 十娘年纪轻轻的 出家的时候并没有多少赔假 怎么会有受产 管世家的就看了屋里的神色各异的女卷一眼 太多恭敬声音却有些响亮地道 是太夫人活着的时候给太太置办的 那年国公爷生成的时候 曾当着全族的人说过 后来又到官府里去过了名路的 现在太太不在了 这产业自然要卖了给太太发丧 既然是王家太夫人帮十娘置办的 十一娘未然 王家的那些女卷大多数都低下头去 也有面露不屑要上前争辩的 被王成祖的生母一把拉住 宁婷姑娘也太急了些 王成祖的生母神色有些尴尬的 看了十一娘一眼 到太太抚养了国公爷一场 难道国公爷还舍不得银子给太太送葬不成 国公爷的意思是说 与其要卖寿产帮太太治桑 还不如有国公爷拿出银子来给太太治桑 太太的那些寿产 就留着做太太的祭田好了 这样四季香火也可以请专人供奉 这既然是太夫人留下来的话 管世家冷冷地望着王成祖的生母 也是太太的祖父 我们这些做下人的不敢违背 竟然没有一丝巨一地顶了过去 你王成祖的生母额头青筋直茂 缩着十一娘 强忍着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十一娘却是暗暗吃惊 十娘去世后 这些仆妇以后会在王成祖手下逃生活 王成祖的生母虽然言不正名不顺 到底有血缘关系 说话行事又打着王成祖的名义 这些管世妖魂不可能不给他几分面子 可看管世家的这态度 为了十娘的利益 完全和王成祖的生母撕破了脸似的 难道王成祖和十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 所以从前世事遵从十娘的管世 知道自己在这个家里待不下去了 索性破罐子破摔了 撕存间 四娘来了 妹妹 你年纪轻轻的 想不到就这样走了 她进门就用帕子捂着脸哭了起来 过年的时候 女爱送年节里的时候都好好的 没想到我们姊妹就这样天人永隔了 都怪我 当时没有好好的问问你的病 十娘已经有八九年没和他们见过面了 不知情的人听了四娘这口气 还以为他们姊妹间多亲热呢 十一娘亥言 王家的女眷们却都松了口气 四娘竟然只说这些场面话 那他们只要场面上过得去了 这事也就算完了 他们七嘴八舌的上前圈着四娘 外面传来一阵声响 披码带笑的银瓶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银瓶姑娘管世家的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她快不赢了上去 两位姻母都来了 若有所指递到银瓶三步并坐两步上前给四娘和十一娘请了安 只声道 太太的受产卖了三千两银子 其中一千两二百两置办了附上好的子里木棺材 一千百两请金 一百两讲烧火 一百两讲杠 一百两请了养指前的 四娘和十一娘很是惊讶 他们两个都是主持中会的 请金 是指请和尚道士来念经 八百两请金 最少也可以请九九八十一个和尚道士念上七七十四九天 烧火 是指到名义铺子里去定制纸壶的名气 三百两 最少也能拉几十码车回来 两人不由面面相觑 王成祖的生母几乎要避过气去 等着四娘 她又不敢说什么 牙齿咬的灯枝只想 温迎平 姑娘这样的安排 可跟国公爷说了 管事去饼的时候 两位舅爷和永平侯爷都在场迎平盯着王成祖生母的眼睛 国公爷也说好 话说到了这里 十一娘和四娘要是还看不明白王成祖和迎平他们在争什么 那就是个棒锤了 中午作息的时候 四娘悄悄对十一娘道 十妹这边居然安排得紧紧有条的 我看明天我就不过来了 你姐夫要到公布认识郎了 家里还有一大堆事要做 等十妹出病的时候 我再来烧住想好了 这件事 徐令已曾跟十一娘说过 说去年夏天 浙江一带大老 很多河堤被冲垮 两田被淹 皇上有欲让于宜卿灌河道上的事 这是个美差肥差也是容易出事的差事 宇卿颇有些犹豫 这样说来四姐夫已经决定去公布了 四娘点头叹气道 你四姐夫说皇恩不可为 我只盼着他能平平安安的把这三年应付过去 两人说这话 琥珀进来 夫人 就老一找您 十一娘有些奇怪 朝着四娘点了点头 跟着琥珀出了花厅 她穿了件淡蓝色的杭筹指多 背手站在任子中央 春日震我的阳光 透过嫩绿色的叶子照在她的身上 让她的表情显得有些色惠不明 我等会就不留下来用晚膳了 她目光有些怅然地望着十娘内饰的方向 二叔和三叔快要回燕金数值了 你也知道 两位叔叔在那位置上已经待了八九年了 都想换个地方 特别是三叔 我弟和六弟一直在柳哥老家里读书 如今柳哥老年事已高 三叔想把两位弟弟都拢到一起 也算是一家团圆 我这两天想帮两位叔叔走走门路 这边要是有什么事 你让就让人给我带个信吧 十一娘想到了大太太的死 让罗振兴还如从前一样 为十娘跑前跑后 的确是为难她 我知道了 她亲生地道 大哥你尽管放心去办事去吧 罗振兴沉默了半赏 转身走了 到了下午 王城祖和王家的人商量着搭林棚 抱丧 出病之事 王城祖的生母 管事家的都跑去听 王家的那些女眷也跟过去看热闹 十娘屋里反而冷清下来 迎平陪着坐在屋里的十一娘 她一面照顾着十娘的长明灯 一面和十一娘说起提前离开的四娘 太太只是性子冷 但人却很好 这么多年 要不是要太太护着 我和青莲早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还有管事 说着她语气微顿 太太把家里的事全交给了她 大大小小的事都有管事做主 不管王家的人说什么 太太从来没有多问过管事一句话 就是人去了 也把我们和管事都安顿好了 十一娘有些意外 迎平神色一暗 太太一直病着 要不是当初答应过太夫人 不能让世子爷绝了香火 要把国公爷养大成人 娶妻生子 太太早就挺不下去了 她眼圈红了起来 后来国公爷成了亲 太太觉得自己可以问心的愧的 去见太夫人了 一口气也就是散了 眼看着多说两句话都十分费神 太太就开始安排自己的身后事 先是把自己的陪价卖了 买了个小田庄给我们 又到官府里去立了气力 让管事和我们一起去田庄过日子 我和金莲的后半辈子 也就有了真落她说着 神色有些激动起来 这么多年了 太太虽然主持中会 管着王家的术物 可从来没有拿王家的一分一理 就是太夫人赐的那些受产 也是太夫人自己的陪价 和原来大姑奶奶孝敬太夫人的 国公爷也是知道的 当年当着太夫人的面 答应得好好的 现在却因为她生母的一句话 就要把那些田产留下来 王家囊中羞涩 与我们太太合肝 我们太太又没有用一分 我们不甘心 就才赶着去卖了受田 她我遮嘴 我生的哭了起来 石娘要完成的 只是一个承诺而已 所以 对王城祖娶谁在做妻子 她无所谓 对王城祖上跳下窜 谋划她视若无睹 想到这里 石一娘不由朝石娘望去 她嘴角的那一丝笑意 是针对王城祖的吗 或者 是在笑她自己 第648章 送走了石娘 石一娘很长一段时间 情绪都有些低落 她想到大家挤在绿云楼的日子 想到静京时的忐忑心情 想到3月3 徐府垂花门前 惊艳的相逢 想到第一次琵琶行时的情景 这一切的一切 好像都随着石娘的离去 而离她越来越遥远 石一娘的情绪 影响到了她身边的每个人 锦歌儿常常会在写字的时候 抬起头来 用她亮晶晶的眼睛 凝视着母亲 每当看到母亲手里拿着针线 去坐在那里发呆的时候 她稚气的小脸就会浮现出几分 与她年轻不相符的担忧 做起事更加的亲手亲脚 有一次还和长安说 我十一不在了 我娘很伤心 我们不要吵她 锦歌儿开始不太搭理长安 可随着大家一起在双服院习武 长安认真 执着在需要勤奋练习的武艺上发挥了很大的优势 几个孩子里 只有长安习武的进度能比得上锦歌儿 锦歌儿看长安的眼神渐渐不一样 不仅开始主动和长安打招呼 有时候还会和长安说些闲话 长安觉得这不是自己能议论的话 她并不说话 只是冲着锦歌儿笑了笑 锦歌儿觉得她太沉闷 拿了醋具都长顺玩 长顺迈着小短腿 把醋具乱踢 已会落到超手游廊上 已会落到了花圃里 已会落到了鱼缸后面 懒个小丫鬟找得满头大汗 她咯咯咯地笑 玩得越发高兴 想想法子将醋具往那些嘎啦角落里踢 一团的孩子气 锦歌儿笑嘻嘻地和她玩了一会 台浅看着在一旁大树下 按照庞师傅要求认真挥避的长安 觉得有点无趣 善善然地摸了摸长顺的头 你自己玩吧 然后坐到了一旁的美人以上 阿金忙端了杯温水过来 少爷要不要换件衣裳 不用了 锦歌蹲过茶中一眼而尽 我娘还没有回来吗 永昌侯黄老夫人染病 十一娘陪着太夫人前往探病 还没有呢 阿金笑道 要不要我派个人到垂花门旁看着 四夫人一回来 我们就能知道了 算了 锦歌儿趴在美人椅 两条腿无聊地晃来晃去 我还是在这里等娘回来吧 阿金笑嘻嘻地硬是 要不 我洗些梅子 信子来 还是别洗了 春日的阳光照在身上 锦歌儿显得有些懒痒痒的 上次长顺一个人吃了一碟 结果到了晚上闹肚子疼 结果我们都没有睡好 正说着 徐令仪走了进来 怎么在这里趴着 他祈祷 你母亲呢 爹 锦歌儿跳下了美人椅 给徐令仪行了个礼 长安和长顺见了 也忙跑过去恭敬的行李 娘还没回来 锦歌儿道 爹爹用了午饭没有 一副大人的模样儿 徐令仪听着笑起来 我吃过了 觉得儿子的样子很有趣 反问道 你呢 我也吃过了 锦歌儿道 我还睡过午假了呢 颇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 那你的功课写完了吗 徐令仪笑着问他 做完了 锦歌歪着脑袋望着父亲 我不仅把功课做完了 还把娘要我先读的书 也读完了 练了会马步和长顺 完了醋局 我所试试的样子 徐令仪看着心中一动 笑道 那你想不想和爹爹去骑马 好啊 好啊 锦歌儿跳了起来 我要和爹爹去骑马 面旁都亮了起来 那好 徐令仪看着心情都好了不少 你去换件短贺 我们去骑马 锦歌儿却跃着跑回了屋 十一娘回来的时候 锦歌儿刚洗完澡 面色红润 神采飞扬地坐在井屋上 和正帮他擦着湿发头的红纹 和阿金说话着 坐在马上 可以看见很远的地方 那些小丝 马夫都在我的脚下 一伸手 就可以摘到口顶的树叶 马跑起来的时候 一上一下的 很不舒服 可那些风一面吹过来 衣服烈烈作响 树啊 无啊 的 都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可有意思了 听到动静 他往过来 见识十一娘 立刻扑了过去 娘 娘 爹爹 今天下午带着我去骑马了很兴奋 还有四哥和五哥 四哥还夸我胆子大 十一娘很意外 不是说十岁以后才开始学骑马的吗 他抬起头来 徐令仪从内侍出来 今天下午正好带真哥和借哥去马场 他笑道 看见景哥一个人在家 就把景哥也带去了 然后道 黄夫人的怎样了 你们这么晚才回来 难道他病得很重 只是受了风寒十一娘道 娘和黄夫人难道聚一聚 受了会提几话 所以回来晚了说着 有些担忧地道 骑马是很危险的 景哥儿还小 他曾见过因为骑马被摔伤的孩子 放心好了 徐令仪觉得十一娘对景哥儿太紧张 他们骑的都是经过驯化的温顺聘马 又有精通骑成的师傅在一旁看着 刚开始只是让他坐在马背上 由师傅们牵着马走几圈 或是带着他小跑两圈 不会有什么事的 还是小心点得好 十一娘觉得 徐令仪在这件事上有些不以为然 景哥儿年纪还小 连乐江神的力气只怕都没有 何况一架马痞 我看 还是让他十岁以后再学骑马吧 徐令仪也没有准备 让景哥儿这么早就学骑马 只是觉得男孩子都喜欢骑马 带他去玩玩而已 他问了一声 和十一娘说起 罗二爷和罗三爷的事来 算日子 应该这两天就进京了 你也准备准备 到时候我们带着孩子 去给两位叔叔问个安十一娘点头 轻声道 两位叔叔的事可都有眉目了 虽然是罗振兴在帮着具体操办 徐令仪也没有少往 见着力部尚书的陈阁老那里走动 到时候再说吧 他含含糊糊地道 以力部的功为准 徐令仪抛地有声 没有实权的把握 是不会随便承诺的 十一娘抿了嘴笑 感觉到被忽视的景哥儿不乐意了 拉了母亲的衣袖 娘 娘 我今天还和五哥一起 比谁的马跑得快了 哦 十一娘嫌腻着徐令仪 不是说只是坐在马上 走两圈的吗 怎么还比谁的马 好得快了 徐令仪望着十一娘笑 景哥儿脸一红 娜娜地道 我们坐师傅后面 看谁的马跑得快 是吗 十一娘笑着抱了儿子 还不快把头发擦干了 小心着了梁 一面说 一面进了内室 徐令仪跟了过去 趁机在她阿娜的腰枝上 掐了一把 我还骗你不成 尹得十一娘 滴滴一声惊呼 娘 景哥儿忙抱了母亲的脖子 您怎么了 很诧异的样子 没什么事 十一娘强忍着笑意 被臭虫盯了一下 景哥儿眼中 不解之意更生了 臭虫 臭虫不是只放臭屁的吗 她怎么还要人 十一娘忍君不惊 眼角缩向徐令仪 徐令仪笑望着他们母子 眼底透着几分无奈 十一娘大笑起来 一直有些郁闷的心情 突然间晴空万里 罗埃老爷一直在做金官 到深冬后又不是主宰一方面的大员 觉得和在阴京一样 处处受限制 有没有多少油水可劳 还要下乡催凉催腹 比从前还辛苦 想重回六部 最后谋了个通正司通正的职位 虽然一样是清水衙门 可每天只负责看看作者 来往也都是六部官员 显得比较金贵 对于已经厌烦了具体事物的 罗二老爷说 心里还是很满意的 罗三老爷却不一样 一来是他还年轻 二来两个儿子还小 如果能争了正三品的闲 有个儿子就能走一人了 徐丽宜很费了一番功夫 最后谋了济南府之府的诀 众人皆大喜欢 在阴京短暂的相聚之后 罗三爷一家去了任上 罗二老爷和罗太太 在老胡堂安顿下来 过了太夫人的生辰 罗二太太让四娘作陪 请十一娘到家里吃酒 听戏 十一娘带着孩子们一起过去 四娘问起徐四珍 今年参部参加相试 参加 十一娘笑道 过年的时候就写信回来了 六月份到燕京 我正准备她回来呢 四娘点头 没再说什么 罗二太太的目光 却落在了一直陪在 十一娘身边的徐四介身上 借哥今年也有十二岁了吧 今年准不准备下场试试 徐四介的脸 一下子变得通红 孩子是想试一试 十一娘可不想让徐四介为难 笑着为她解围 可我觉得她年纪还小 用不着这么急 先好好读两年书 再说诱导 今年玉哥儿要参加相试 明年 珍哥要说清了 她要是在家在中间 我可就真照顾不来了 罗二太太嘴角稀动 还一说什么 四娘已轻轻地咳了一声 到十一妹收到七妹的信了没有 她又有了身孕 我收到七姐的信了 十一娘含笑忘了四娘一眼 问罗二太太 她还好吧 好好好 罗二太太提起这个苦尽甘来的女儿 满脸掩饰不住喜悦 她婆婆现在把她当宝室的 只求她多生几个 好为诸家开枝散叶 然后滔滔不绝地说起七娘来 再也没提许四介的事 十一娘面带微笑 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 安安松了一口气 第六百四十九章 出了老君堂的垂花门 四娘和十一娘低语 娘也没有什么位意 借哥要是有个公民 到时候说清 当差也好看些 我也知道十一娘笑道 只是这事抢求不来 尽力而为吧 这毕竟是十一娘的家事 四娘不好多说 她笑着点了点头 转身找自己的次次于吏 三次于启 于吏和徐四尊 并肩站在垂花门的台阶上 低声说着话 于启则和景哥儿 在垂花门前嘻嘻哈哈地打闹着 只有徐四尊一个人若有所思地站在垂花门的滴水眼下 感觉到四娘的目光 她显得有些不安 拘谨地朝着四娘笑了笑 上前两步走到了徐四尊和于吏的身边 而表哥 他喊于吏 四姨母找你 于吏台俭朝母亲瞥了一眼 匆匆和徐四尊说了句 到时候你给我写信 朝着徐四尊和徐四界一首行落个礼 快步走到了母亲的身边 时候不早了 跟你十一姨慈行 我们也该回去了 四娘说着 收回了落在徐四界身上的目光 徐四界松了一口气 马车晃悠悠地出了老军堂 玩累了的锦哥儿被母亲摟在怀里 很快睡着了 十一娘在想徐四界 是到了和她好好谈谈的时候了 徐四界和徐四玉不同 徐四玉是树长子 聪明能干部说 和徐四尊的年纪相差还不大 为了徐四尊在这个家里有不用质疑的地位 徐丽亦这才让她以后吩咐当过的 徐四界是次子 又是树初 不可能对徐四尊构成什么威胁 被强分出去的可能性不大 只要她愿意 她可以永远依附家族生活 在大多数的眼里 这微层不是件好事 可从十一娘的角度看来 被逼依附家族生活和选择依附家庭生活 有着本质的区别 想自由的选择 就必须要有独立生存的能力 徐四界在万院已经有两年了 人情事故多多少少有些了解 这个时候和她说这件事最好 如果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未来 正好可以利用成亲之前的这几年 尝试着找一个努力的方向 成了亲 有了家世 也就有了负责 就不可以再随心所欲 要坚定不移朝着定下的方向努力了 如果她考虑过自己的未来 正好趁着这机会讨论一下她的考虑是否可行 如果能把兴趣和生存结合起来 那就最好不过了 十一娘私存着 马车停了下来 宋妈妈聊了车帘 夫人 我们到家了 琥珀先下了车 小心翼地将锦歌尔接了过去 十一娘这才猫伸出了马车 秋雨等人在垂花门前立等 夫人 她笑盈盈地上前去西行了礼 苍州的大姑奶奶派了两个媳妇子来给您送生成礼 现在还在春堂里吼着呢 哦 想到真姐十一娘露出愉悦的笑容 她忘了一眼垂花门前挂着的大红灯笼 这么晚了 安置两个媳妇子吃饭了没有 安置了 秋雨扶十一娘上了轻微小油车 可两个媳妇子说 要先给你问了安再去吃饭 奴婢们劝不了 方夕姐姐只好一直陪两位媳妇子坐在川堂说话 十一娘点头 回到屋里和徐令义打了个招呼 匆匆换了件衣裳就去了厅堂 两个媳妇子带真姐恭恭敬敬地给十一娘扣了三个响头 然后奉了生成礼 十一娘问起真姐的情况 知道真姐如今已经长了家 和主理欧阳氏相处得很好 在少家也颇有贤明 又刚刚怀了身子 年底会再次做母亲 她笑容更盛 赏了两个媳妇子磕十两印子 回到内室就在灯下打开了包生成礼的包袱 里面是两套衣裳 两双鞋袜 一对赤金香和甜于葫芦的簪子 十一娘拿起白色松江三缩布做的袜子 袜底捏着铜色的方圣纹 袜口绣着铜色的水浪纹 收针的时候真会向反方向埋线 这是真姐的习惯 十一娘又是高兴 又是心疼 这孩子已经是主持中会的人了 还亲手给她做针线 她又翻看了衣裳上的修火 全招是些很复杂的花纹 这得费多少功夫啊 怎么了 十一娘进屋就坐在打亮着包袱里的衣裳 隔着炕桌坐下 针线不好 什么啊 十一娘低估着把鞋袜收了起来 针线好着呢 配色也讲究 我还准备过端午节的时候拿出来穿了 十一娘笑望着她 灯光下 明亮的眸子一一神灰 十一娘抿了嘴笑 过几天就二十三岁了 突然伸手扶了她的脸 也没好好给你过个生辰 很是感慨的样子 好好的过个生辰 怎样算是好好的 他们都是有长辈的人 难道还能大操大半不成 说什么呢 十一娘称道 能收到这样的礼物 难道还不算是好好的过了个生辰 她说着 羊儿羊手中的包袱 徐丽姨没有说话 紧紧地握了她的手 第二天用了午膳 徐丝尊和徐丝是脸眉而来 徐丝尊送给十一娘一块正方形 织着天罗瓜的蜀井 作为生辰礼物 蜀井则送了一个用香菲竹雕的 梅花灵涵涂样的鼻筒 蜀井在断面上织了细小的菱形花纹铺地 香蕨褐色的瓜藤 绿色的天罗瓜 两只脑袋凑在一起 肘米的嫩黄色小鸡 凹凸有致 层次分明 特别的生动 鼻筒利用香菲竹上的紫色斑点 叼成一朵朵的梅花 也很别致 十一娘看着好书井的大小 笑道 我们把这书井挂到我书房的墙上 你们看怎样 能行吗 徐丝尊犹遇到 我看别人都是把她搭在镜台上 有什么不行的 十一娘领着两人去了书房 把原来天青寺就摇的笔筒 换上了徐四阶送的竹笔筒 又叫来粗食的婆子 把墙上的瓷瓶下了 挂上赎井 正忙着 我叫醒来的井哥儿 来给十一娘问安 娘 你前两天 不是刚刚重新活了窗户 她围着小脑袋 望着在那里忙活的三个人 今天怎么又不知房子啊 十一娘忍俊不惊 徐四尊和徐四介也笑了起来 两人正一左一右的帮着调整高矮 扭了头问她 好看不 井哥儿先是站在原地看了一会 然后跑到赎井跟前看了看 又转身跑到书房门口看了半天 很诚恳地道 比爹爹书房里挂着的孔雀与扇 好看多了 短暂的沉默后 乌李子发出忍得很辛苦的 哼哼声 我说的是真的吗 井哥儿望着想笑又不敢笑的哥哥们 都起了嘴 这下子 大家再也忍不住 大笑起来 像是正好一脚踏了进来 她不明所以 眉眼间有一丝尴尬 母亲 叔叔们在帮您布置房子啊 她的话 又引来徐四尊和徐四介的大笑 像是的神色更不自在了 你别理她们十一娘 称怪地看了两人一眼 笑着对像是道 两个人正顽皮着呢 然后指了墙上挂着的赎景 好看吗 像是仔细地打量了片刻 认真地道 很特别 如同夸一个女孩子很可爱 十一娘笑起来 像是神色微难 忙从身后的妖女手里 接过一个小小的雕菊花子 檀木匣子 双手奉给十一娘 母亲 这是二爷和我送您的生成礼 祝您年年有今日 岁四有今朝 还好太夫人生成的时候 大家得说 寿比南山 浮如东海 要不然 这句话就要砸在她的头上了 十一娘忍不住 轻轻地咳了一声 琥珀一上前 收了匣子 要缓端了茶进来 十一娘招呼几个孩子喝茶 我下午还要课呢 徐四尊赶久留 想到刚才的欢乐气氛 他有些依不舍得 我就在母亲这里 温书好了 徐四姐选择了留下来 锦哥儿子抱了自己的书包进来 娘 我要在你这里描红 好啊 十一娘笑着摸了摸儿子的头 不过 不可以吵着五个温书 知道了吗 锦哥儿重重地点了点头 相识见了 忙起身告辞 十一娘让琥珀送她 转身却看见 徐四界神色犹豫地站在那里 怎么了 她笑道 徐四界迟疑了一会 上前签了十一娘的衣袖 轻声道 母亲 您说 我去参加科考 行不行 十一娘有些惊讶 徐四界看着脸色通红 母亲 我知道 我读书没有二哥行 她喃喃地道 可我会用很功的 到时候 也会和二哥一样 有大红的喜报送来 母亲 也会很高兴的吧 十一娘立刻想到了 昨天在老军堂的事 是因为外叔祖母说了那些话吗 她柔声问她 徐四界点了点头 想了想 又摇了摇头 我不想母亲为难 也有点想去参加科考 这样 我以后也可以奉扬母亲了 家穷亲老 不为路事也是不孝啊 说到这里 她啊了一声 积极地解释道 我不是说母亲没人奉扬 二哥 四哥 还有六哥 都很好 我是说我想奉扬母亲 她说这神色有些沮丧起来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也应该奉扬母亲 才是十一娘 微微地笑 她忘了一眼 认真扶在书案上写字的紧格儿 拉了徐四界的手 你跟我来 去了书房对面的烟溪处 第六百五十章 你的意思我明白 十一娘挪了临窗大康上的康桌 和徐四界并肩而坐 我和你父亲 虽然衣食无缺 又有你哥哥照顾 可你还是想尽你的心意 是啊 是啊 徐四界连领点头 眼睛都亮了起来 我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想过没有 你拿什么孝敬 我和你父亲 十一娘柔地说 目光温和地望着他 所以 我想可考 徐四界声音很低 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这样 我就可以某个差事 有了差事 就有了俸禄 可以给母亲买东西了 如果徐四界因此发奋读书 能考个举人 经事之类的 就算是不做官 在世人眼里也是成功人士 可以见官品座 免说服 未尝不是件好事 十一娘巍巍地笑 要科举入室 就得重金事 要重金事 得先重金人 重金人就要考秀才 秀才呢 又要考三次 第一次教县诗 第二次教服饰 第三次教院词 其中县是考四场 第一场和第二场 都是考一文艺诗 第三场就要考一副 一诗 有时候会考一册一论 第四场服饰 小蒋三四艺 他把考场的流程 讲给十四界 听十四界 听着兴奋起来 母亲 那我只要先把诗文歌服学好 就可以通过县诗了 是啊 十一娘笑道 起房子也是从打地基开始 一砖一瓦地弃起来的 这科考 也是一样 先把县诗的学好了 考过了 我们再学服饰的 愿诗的呢 徐四界有些激动地站了起来 在十一娘面前走来走去的 这样一来 只要好好地按着先生嘱咐的学 就可以去参加县诗了 不错 十一娘笑道 不过能通过县诗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她的话没有说完 十四界已转身 拉了十一娘的衣袖 母亲 您放心 我一定握心肠胆 悬梁刺骨 十一娘笑起来 虽然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 但十四界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决心 暂且还是别打击她的信心好了 这件事 你也跟赵先生说说 她想了想 叮咛道 赵先生是参加过科考的人 有经验 她知道了你的打算 在功课上就能有重点地指点你 当时候你参加县市 把握性也大些 母子俩在这边说着话 景哥已经描完了红 有些无聊地坐在那里 翻着十一娘 丢在抗桌下的一本邮寄 默默地找着自己会认的字 阿金端了樱桃进来 六少爷 这上面都讲些什么 哦 景哥奄奄地道 讲一个人去普陀山静香的事 阿金见她情绪不高 也想逗她高兴 又见她在那里分书 凑上浅道 静香的事啊 我听外院的黄妈妈说 每逢初一 使我都有庙会 那些小门人家的女人 就会穿了漂亮的衣裳 结伴去庙里一上香 可热闹了 这人竟然讲她去庙会的事 肯定都是有些有趣的事 六少爷 你也给我讲讲 这人都说了些什么 景哥而认识的字 还不足以让她能看明白 书里到底写了些什么 见阿金 眼巴巴地望着她 她心里有些发虚 却又不愿意在阿金的面前 表现出自己的无知 哎呀 就是说她去观世音的道场 普陀山的事 被说完 又怕阿金不相信 她盲探开书 折其中的字道 你看 这上面写的是大雄宝殿 这上面写着南无观世音 这个面写着绿荫杂地 就是说夏天的时候 踏了普陀山 给观世音菩萨上香了 不错 不错 阿金见景哥而的字 能连着读了 予有荣誉地望着景哥而 少爷到底跟着先生起了忙 这么厚的书都知道写什么了 景哥而有些不自在地 避开了他的目光 转头拾了个樱桃 丢到了嘴里 阿金则盯着那书底孤道 少爷 这普陀山在哪里啊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难道他比西山还圆 他从小在府里当差 最远也就到过西山 景哥而也没有听说过 也不一定啊 景哥而脑子飞快地转着 这个人说 他是骑着旅去的 要是圆 应该坐马车 或是到通舟坐船才是 可见也不是很远 他猜测到 也许没什么名气 所以我们都没有听说过 少爷说的有道理 阿金很认真的点了点头 我听杜妈妈说 我们太夫人还曾经到华山 去上过祥 你又常常跟着太夫人和夫人 出门见世面 雷宁都没有听说过 可见这个普陀山 没什么名气 有事来找十一娘的徐令仪 站在门口 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怎么跟那些 市井旅向的 吴知夫人一样的口吻 她眉头微醋 轻轻地咳了一声 书房里的人 立刻听到了动静 爹爹 好爷 一个心冲冲地 跑了过去 一个屈膝行了里 您怎么来了 景哥而拉着 徐令仪的手 进了书房 折墙上的赎景 好不好看 是四哥送给娘的生辰礼物 很好看 徐令仪瞥了一眼 敷衍地道 你送了什么你母亲 又道 你母亲呢 怎么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不是说下午要描红的吗 我送了娘一把象牙团扇 景哥笑有些得意 娘哥喜欢了 把她放在了枕头旁边 然后跑去把自己的描红 拿给父亲看 我早就描完红了 她亲密地一到了 徐令仪的怀里 娘和五哥在隔壁说话呢 徐令仪见字 描得整齐工整 微微合手 先生让贝德书贝了吗 早贝了景哥而说着 由头晃脑地 把内容背给徐令仪听 非常的流利 徐令仪考了几句 答得清清楚楚 还东扯希拉 说了一大注视 可以看得出来 赵先生教她的这些东西 对她来都很容易就掌握了 既然功课都做完了 怎么不出去玩 徐令仪很满意地端起阿金凤的茶 戳了一口 娘说 让我别乱跑 景哥有些郁闷地道 可娘再和五哥说话 我要等他们说完了话 跟娘炳一声说着 又高兴起来 爹 我告诉您 我的狗马上要吓小狗狗了 等他吓了小狗狗 我要送一只给一家三表哥 还要送一只给季婷 还要送一只给甘太夫人 徐令仪望着儿子 因说起自己喜欢的事 而神色飞扬的脸 又想到刚才搭了着脑袋的样子 自从十一娘 把景哥儿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之后 景哥儿是变得很听话了 脾气好了很多 也懂事了不少 没有了从前的霸道 也少了几分让他赞赏的锐气 他脑海里浮现 如十四界姑娘般温顺的眉眼 景哥儿 他抱起儿子 你想不想和爹爹去骑马 景哥儿眼睛一亮 玄机却露出几分迟疑 爹爹 用眼角的余光 撇了一下立在一旁的阿金 凑到徐令仪的耳边瞧声道 我现在不想去骑马 你能不能告诉我 普陀山在哪里 徐令仪冷 随后哈哈大笑起来 好 他一面抱着景哥儿往外走 一面吩咐阿金等人 你们不用跟来了 如果夫人问起来 就让我和六少爷在书房 徐令仪从书房后的暖格里 爆出个紫塔木的匣子 小心翼地打开了 藏在匣子里的九州余地图 铺在了黄里木的大树岸上 看见没有 这上面黑色的粗线是河 浅一点的细线是鹿 尖尖的是山 一朵朵的像云一样的是湖泊 像雨林一样的是海 你看这海岸边有一群小岛 普陀山就有这其中 它和五台山 文梅山 九华山 并称为禅宗四大圣地 一面说一面 指了其他几座山给井戈尔看 普陀山在浙江的舟山 他指了离舟山不远的一个小点 那是渔航 说到这里 他嘴角自由主张地微微翘了起来 你外祖父家就在这里 你母亲是在这里长大的 十三岁的时候才静静 井戈尔看着泽舌 好小啊 这是按照一笔五千话的 徐令仪笑着用手指比了比 这是阴晴 这是渔航 可从燕京到渔航 却要走一个多月 井戈兴奋起来 跌跌跌跌 通舟在哪里 你自己找啊 徐令仪笑道 我刚才不是告诉你 怎么认渔途了吗 井戈尔就趴在大树岸上找 这个时代 渔途是件有钱也买不到的真品 何况徐令仪手里 这符适用于军事的渔途 比一副的渔途更精确 标却得更明晰 他一直很喜欢 离任的时候装作不知道的 没有交出去 那些副将自然也就装聋作哑 兵部官员 在徐令仪面前不敢说什么 在那些副将的面前 又没有人理会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徐令仪一直把这幅渔途珍藏在书房里 跌跌很快 井戈尔就指了其中的一个小点 通舟徐令仪有些惊讶 通舟到燕京只要两天的功夫 井戈尔有点小小的得意 在燕京的附近找就是了 不错不错 徐令仪很是宽慰 井戈尔就在渔途上比划着 当渔航要走一个多月 渔航到舟山没有这么长 那 从燕京到普陀 岂不要走两个多月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懂于土的 徐令仪不由抬了抬眉 望着儿子的目光中多了一份肃然 第651章 十一娘和徐四杰说说笑笑的从燕西市出来 没有看见井戈尔 直到是徐令仪带去了外院的小书房 徐四杰有些羞怯的拉拉拉十一娘的衣袖 母亲 参加科举 不仅关系到徐四杰的前程 对徐家的来说 也是件大事 不可能不商量徐令仪 虽然在十一娘面前自信满满的 可让面对徐令仪 徐四杰还是有点没把握 十一娘笑 我陪你去跟你父亲说 有些事 徐四杰要慢慢学着独自面对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 在心里给自己打了半天的气 这才朝着十一娘点了点头 脸上已露出一人之色 十一娘看着在眼里 安安赞许和她去了外院的小书房 徐令仪斜斜地躺在醉瘟椅上 腰间的玉佩坠落在半空中 随着醉瘟椅的晃动 如众百般来来回回地摆动着 我唱荆州襄阳 她随口念着地鸣 趴着九州渔途上的景哥耳 就绝着屁股在上面找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十一娘吓了一大跳 娘 景哥跳了起来 我和爹爹在玩找地方 她把十一娘拉到渔途面前 你看 这是渔途 大洲的渔途 然后歪了脑袋问十一娘 娘 您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渔途 她细细地解释道 就是把大洲的山川河流 都按照一笔十万的大小 画在这画上又道 您知道不知道什么是一笔十万 她说着 伸出十指 你看 我的指头只有这么长 可画上的这么长 有我的指头十万个长 好了 好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许丽走了过来 她摸了摸紧哥耳的头 你少在你母亲亲面前显白 你母亲亲不仅知道什么是渔途 她还有本 大洲九一池 我藏在什么地方 雷烟金有多远 旁边有哪几条河 下下哪几个线 都写得一清二楚了 景哥睁大了眼睛望十一娘 目光中就有了几分敬畏 十一娘横了徐丽一眼 留生对儿子道 娘是有这样一本书 可有这样一本书 可能对书中的内容倒背如流 却是两回事 景哥耳我了一声 露出豪然大悟的神色 我知道 我知道她嚷道 娘和我独有学一样 有的自认的 有的自不认字 有的地方知道 有的地方不知道 大家听她说的有趣 都大笑起来 我说的不对吗 景哥耳督挠着 有些不快 你说的很对 徐丽一望着儿子 眼底露出几分十一娘不明白的骄傲来 所以你要把所有的地名都寄回才行 这样别人再说起什么地方 你就不会打非所问了 景哥很认真的点了点头 十一娘则朝着徐四界使了个眼色 是以她徐丽一此刻的心情很好 这个时候和徐丽一说最好不过了 徐四界虽然明白 可是她第一次当着徐丽一的面前提要求 她还是感觉有点紧张 调整了一下情绪才低声地道 父亲 我 我有件事想和您商量 声音微微有些发颤 徐丽一眼底闪过一丝惊讶 想到十一娘陪着徐四界来的 她神色一正 做出富认真聆听的样子 眉眼间习惯性地流露出几分米然 反而让十四界一下子变得有些慌张起来 这家伙 难道不知道自己正色的时候表情有多严肃吗 十一娘不禁在心里付菲 朝着十四界露出一个鼓励的微笑 十四界看着心渐渐平静下来 雨素虽然很慢 还带着几分惬意 但还是很清楚地表达了她想参加科举的意思 徐丽一抬头朝十一娘望去 难掩凑恶 杰哥跟我说过 十一娘坦然地道 我是赞成的 她既然有这样的决心 不如试试 谁知道结果会怎样呢 不是有苏老卷 二十七 十发分的说法吗 我们杰哥今年才十二呢 说着 又朝十四界笑了笑 十四界心识 又多了几分胆气 父亲 您就让我试试吧 她语气很真诚 我会好好用功的 这算是考不上 她至少还想到要靠自己去某个前程 总比不学无数 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要抢 行啊 徐丽一丽可有了决定 你要什么 直接跟白总管说 想到她性格腼腆 又到 或者跟你母亲说也一样 谢谢父亲 谢谢父亲 十四界欣喜若狂 这不仅仅是读书的问题 而是父亲对她决定的肯定 我一定会好好读书的 她激动得有点语无论次了 徐丽一不免有些感慨 刚把她抱回来的时候 也不过打算一时无缺地把她养大 然后想办法给她某个差事 再成个家 也算给徐丽宽一个交代了 没想到这孩子不声不响的 却突然有了这样的志气 她不由道 你已经长大了 行事就要有大人的样子了 既然做了这样的决定 就不能半途而飞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要坚持下去 我们做父母的 一定会支持你的 其他的 就要你自己的造化了 十四界恭敬地听着 连领点头 向徐丽宾保证道 父亲放心 我一定像二哥一样 好好读书的 然后要去双服院找赵先生 我想把我的事跟先生说说 有点迫不及待地 想见到赵先生的模样 赵先生与他 是良师一友吧 徐丽宾笑着合手 你去吧 徐四界却跃着去了双服院 景哥儿却拉了拉 徐丽宾的衣袖 爹爹 我哥像二哥一样 要考进士 是不是要去乐安读书 那我长大了 是不是也要去乐安读书 很担心的样子 徐丽宾一愣 随后笑道 怎么 你不想去乐安读书 那 那我能不能把长顺 随风 黄小毛 柳二五他们 都一起带到乐安区 还要一一 二二他们 我也想一起带去 徐丽宾大笑 目光却露在了 十一娘的身上 我想让振兴 帮着给借哥找个 学识渊博的要稀息 你看怎么样 随徐四界说要参加科举 十一娘就考虑过这件事 赵先生人品 学问自然不错 只是他更擅长 教诗词歌赋 策论 八股之类的 恐怕还是另徐明师的好 他也曾考虑过 送徐四界去安乐 一来是乐安路途遥远 他有点舍不得徐四界 二来徐四界和徐四玉的情况又不同 徐丽宜当初送徐四玉去乐安 只是为了让徐四玉和江松定下师生名分 拉近徐四玉和徐四珍的关系 要不然若大哥燕青 哪里找不到个能指点徐四玉举乐的先生来 让曾是数级市的罗真心专程请给徐四界请个嬉戏 再好不过了 好啊 十一娘笑道 那我明天就去趟公贤胡同吧 早点把这件事定下来 借哥也好早点安心读书 夫妻两个商量好了 第二天 一个去见了赵先生 一个带着景哥儿去了公贤胡同 罗真心看见景哥儿 别提多高兴了 和景哥儿玩了好一会 才和十一娘说起正事来 听说是为了徐四界请先生的事 罗真心有点惊讶 虽然满口答应 却也告诫十一娘 这举业三分靠先生 七分靠自己 要不然 怎么那么多的落地秀才交出会员来 只愿交出了近事来呢 你还是好好盯着他辛苦用功要紧 我也知道 十一娘也是一路过关斩将 才拿到了去国外的 全我奖学金的 只是先生的学我好一点 学生也可以轻松些 两人又说了些渔航的家常 十一娘用了无膳 这才和景哥儿回了公贤胡同 徐令已刚在外院 和赵先生一起用了无膳回来 赵先生也觉得 令给借哥请个喜喜好 他喝了小酒 情绪有些高 抱着景哥儿连亲了几口 景哥儿被他熏得嗷嗷直叫 这样一来 他上午就专心地教景哥 下午专心地教真哥 景哥儿的进度也可以快点了 十一娘拧了帕子给徐令已擦脸 景哥儿趁机跑了 喝了多少 看把孩子吓得 心里高兴被徐令已笑着 把帕子递给十一娘的时候顺势一拉 十一娘跌到了她的怀里 我们家景哥儿会看鱼图呢 说着在十一娘的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 屋里服侍地看了 一个个低眉顺眼地退了下去 发酒疯了 十一娘挣扎着站了起来 端了一旁的醒酒汤递给她 快醒醒吧 徐令已不接 目光灼灼地望着她 十一娘好笑 坐到看边喂她喝 徐令已就拉了十一娘的手 莫言以后让景哥儿去我的树月描红吧 孩子小时候要养成好习惯 十一娘委婉地道 你看我 天大的事 你先多促景哥儿把功课做了再说 好一事多 哪有那个时间 我有什么事 不过是相忙活 徐令已凝视着十一娘 表情显得很认真 景哥到我屋里去描红 正好陪陪我 十一娘听着心理预算 徐令已今年才三十六 可在她那个年代 正是一个男人风华正茂的年纪 那我们可说好了 她的声音不自觉地软了下来 你可不能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 让你强谁 我闹未来的